3 2 1 我最怕就是做吐槽视频 因为做吐槽类的视频 总会有那么一点会杀到作者的心 不过 当我看到这句话我就不慌了 No problem 秒懂 虽然说你主攻手机端 但你PC端也不能这么懒吧 你方线剑 怎么也得去一去吧 这么随便总会让我想起某荒野啊 一进游戏 就是控制角色去寻找你的另一半 这真的不是我说的 是他自己说的 现在 随着你的箭头去寻找你的另一半吧 你好坏哦 讲出这么害羞的话 你都不觉得尴尬的吗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跟着箭头走吧 随后的流程就是我们一直走 一直走 喂喂喂 你有玩没玩啊 然后即使你对游戏发起了牢骚 你会发现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依然要继续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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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yes nate 老婆 我来了 臭你吗 叫谁老婆呢 啊 有几天没跟人打架了 人家好怕怕呀 所以说我们第一关的目标就是打败亚斯娜 不打不知道 在右下方的技能只能用这一招上挑是可以使出来的 其他的你按断手都没有用 而且这款游戏玩起来特别难受 每次按技能都要硬直那么一两秒 这种感觉我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简单来说就是你在玩撸啊撸的时候 Q一下要先硬直那么一两秒才能Q出来 不知道这样说你们会不会深有体会 诶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那亚斯娜的技能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 废话 那肯定 不可能啊 虽然说亚斯娜放技能时也会有那么一点硬直 不过相比于同仁 那僵尸帮的操作根本流畅到不行好吗 而且他右下方的技能想用就用 何止啊 技能还可以中段普攻用来打连击 这两个角色操作起来就是两款游戏好吗 天 yes Nate 经过一段时间的无情消耗 总算是打败了第一个boss 开始下一关吧 打败同仁 重复任务 好吧 因为这款游戏暂时只是一个demo 所以到这里这款游戏也就结束了 更可惜的是这款游戏在2016年3月7号 已经是最后一次小更新了 按照作者的意愿他应该是想把这款游戏做成一个小网游 甚至是组成也已经做出来了 更值得敬佩的是网游对象的追行也已经实现了 不过在此后作者因为工作关系导致游戏已经没有时间更新了 可是他也曾经发过话 他是不会去坑的 希望如此吧 作者大大 如果你看到这一期视频 我想对你说 也许这款游戏并没有那么完美 但它却是我玩过最还原刀剑神域的动作游戏 毕竟四年已经过去了 我很不要脸的说一句 我希望你能给这个游戏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是安仔 游戏地址我会放在评论区上 这是一个专注于通关奇葩漫改同仁游戏的门星级up主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